休斯敦二月末的天气已经春意盎然 今天2月27日天气上好 温度适宜 我们来到位于休斯敦西南角密苏里市 奎尔谷的埃尔多拉多高尔夫球场 这是一个18栋的高尔夫球场 始建于1964年2009年进行了翻新 布局现代 现已成为休斯敦最受欢迎的公共高尔夫球场 提起高尔夫运动 可能大家都会想到 这是一项昂贵的运动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高尔夫这项运动的起源 就是放羊的牧民 创造的一种自愈游戏 经过不断的演变发展到现在 目前在这项运动很发达的美国 高尔夫是普通人就可参与的一项运动 而在国内被有些人为的因素 把这项运动神秘化 使他与大众的距离很遥远 记得当年 反腐反官道 矛头开始盯着大领导 连打高尔夫球都被批 高尔夫运动被誉为绅士运动 而不是贵族运动项目 高尔夫运动为是人所瞩目 老虎伍兹就是在这个领域出名的人物 美国大约有3万个高尔夫球场 占世界高尔夫球场总量的45% 高尔夫人口占总人口的10% 中国才有500多个球场 相比起来 我们的群众基础 场地设施和发达国家 真没法比 球场性质的差异 是造成中国高尔夫球场门槛较高的关键 国内基本是私人球会 建造成本高 商业需求明确 在中国 高尔夫球场100%的 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会员制球场 会费昂贵的惊人 确实是只有富豪贵族等人群才打得起高尔夫 普通大众想打高尔夫一个字 难 发达国家很多高尔夫场是公共球场 是强调公益性的政府行为 因此价格较低 能面向大众 在美国除了以盈利为目的的会员制球场以外 更多的是由政府筹建的一些公共高尔夫球场 供大众参与 大众打球是非常便宜的 只要是喜好此项运动 一周打个一两回还是消费的气 美国很多高尔夫球场 打一次也就几十美金 在美国 有很多社区建有高尔夫会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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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